汉肺炎疫情扩大,日前艺人范伟奇在私人脸书骂行政院长苏贞昌暂停口罩出口是狗关,引发争议,但中国网友却一片叫好。 不过,演出知名戏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而拿下金钟事后的贾静雯,因在疫情爆发后未在微博表态,遭到中国网友出征,贾静雯随后也紧急录制影片救火。 为因应武汉肺炎防疫,行政院日前宣布暂停口罩出口。 对此,许多艺人包括范瑞奇、杨培安等人等都表态批评政府,大S的老公汪小飞更在日本买了一万的口罩寄去武汉。 为了在中国也具相当知名度的贾静雯,英国年期间微博没有更新,最新文章还停留在1月19日尾牙的照片,此举遭大批中国网友留言,批评他不但没有在中国国庆,新年十三部祝福。 武汉肺炎疫情爆发这段时间也完全没表态,心中没有,中国,真让人大失所望,守住宝岛继续沉默吧,为什么微博都不会转一点预防疫情的消息,台湾人都这样吗? 必须表明